我说美猪啊 你别这样行不行啊 不过是看了丈夫几封信嘛 看吧你给乐的 说我呢 是谁 前几天接了老公的信以后啊 哭哭啼啼啼啊 哎呀 这说来说去啊 都得要感谢那个李玉玫的二女儿巧云 要不是她呀 那信里面的杨文呢 我们一个字都看不懂 可不是嘛 巧云这孩子啊就是乖 知书达理 哎呀 这受过教育出来的人呐 他就是不一样 行啦 好话都让你一个人给说完了 当初看人家 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 成天几对人家 现在你们一人一句 都给捧上天了 哎呀 这不是此一时彼一时吗 现在啊 我们感谢他们母女都来不及呢 哎 对了 我在信上问我那死鬼 是不是在台湾又另成了家 你猜他怎么回 啊 呃 他没想说 哎 你们可别忘了 岛上的妈祖庙 大妈二妈有个传说 这岛上的男人 注定会有两个老婆 啊 啊 这 哎 这说不定啊 他现在正抱着另外一个台湾老婆 儿子女儿都一大堆了呢 他敢 老娘为了他苦手寒腰十八年 要真是那样的话 那我 我 宰了他为机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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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嗯 淑萍啊 清水来信了吗 冯冯姐啊 咱们这么好的姐妹 她要真来信我能不告诉你吗 没关系 咱们俩慢慢等 其他的姐妹都联系少了 怎么着也该轮到咱们俩了吧 啊 现在最让我操心的 是我婆婆都病了 淑萍啊 这天底下 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有姐帮你的 啊 冯冯姐 你就不怕被传染吗 说不怕那是假话 可小荣叫我一声干妈 也叫我一声姐姐 没事 我会帮你的 小四 啊 看见妈了吗 你忘了 今天是礼拜天 张大教授一早上 就把妈给约出去了 我写出去的信那么长时间了 爸回信了没有啊 我去问巧云 巧柔 不问了 信要真来了 巧云早就说了 走了 这是从福建带来的兵 转来的信 这是从福建带来的兵 你看看吧 我不识字 你不识字可以让台生一字一句念给你听 故意说你 这些信 是巧云 是巧云 巧柔的妹妹 是巧云 巧柔的妹妹醒来的 李玉玫生了一个女儿 取名叫姑巧云 巧柔正四处找我们呢 什么 信里听到巧柔了 这些信回不回 你看着办 我全听你的 谢谢 这些信 你怎么会认识的 你怎么会认识呢 我都没有 几乎 这些信 你怎么会认识的 还好 这些信 我都没有 我都没有 看起来 姜茹 姜茹 大约 在一九六七年之前的那段时间 台湾家家户户各显神通 通过特殊的海外渠道 逃避当局的茶几给老家写信 这是台湾外省家庭共通的记忆 相对的 平静孤寂的寡妇村 最受欢迎的访客是 哎 油产来了 你可来了 有没有我们家的信呢 有没有我家的信呢 我家的 美猪家 有 美猪家 看看美猪家有没有 美猪家 来 我帮你帮 我帮你帮 这个我们家 谁家 别想啊 美猪家 借开美猪家的 好 宽 你们家的 也许是信件买网的 越来越频繁 这批海外的游子 也不再那么神秘兮兮地 将家书翻译成英文 索性 直接用最熟悉的中文 表达对家的思维 这周到此为止 下个里边还有啊 回去吧 姐 我们回家吧 我们回家吧 没有 走吧 既家欢乐 既家愁 巧柔还是没有接到 爸爸的来信 然而 巧柔最不愿意面对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那天夜里 玉梅终于主动 跟孩子们开口了 巧柔 你觉得张教授人怎么样啊 妈 您觉得呢 我觉得 她人挺好的 又很孝顺外公外婆 她知道徐书萍对我们家有恩 我都没有开口 她就主动帮忙了 巧柔啊 你听妈解释 妈年轻的时候太不懂事 太伤你外公外婆的心了 妈 您什么都别说了 巧柔啊 妈 您能不能再等一等 我相信妈很快就会回信的 就在一个星期之后 妈 姐 爸爸来信了 爸爸来信了 还等什么呀 赶紧把信拆了 看爸信里面写什么啊 哎呀我来 拆什么拆呀 要看也是妈先看 妈 你看 没有什么 包括 TJ 天枪 帅摹 夜情 不如带 alleg 楠 ike łat 妈最负责的 就是当年 妈在小岛上的不告而别 得知你能平安地长大 妈的内心十分欣慰 你爸跟你妈 在海峡对岸 一切平安 你已经另外有个弟弟 叫台生 盼望我们一家人 能够早日团聚 让妈能有弥补你的机会 爸妈比 妈 爸写了什么呀 妈 爸到底写了什么呀 姐 你就别问我 我为什么不能问呀 爸到底写了什么呀 妈 给我看 她写这些来干嘛呀 啊 她写这些来干嘛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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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云 写给你一个人的 她只关心自己的女儿 要不是咱妈 你能活到现在吗 那写这些 还不如不写呢 小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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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别哭 不然再想说 都是你自己的故意 大妈一直在台湾 她不知道妈把你拉拔大 有多辛苦 你 那我爸呢 她还是识座俑者 她怎么一句话都不问呢 她哪怕会一句妈呀 她怎么那么自私 她怎么那么自私啊 丘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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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男主 见到爸爸也不打招呼 爸 你等等 把这些馒头收拾到屋里去 晚上露水中 明天拿出来 接着晒 到李屋去天花板上 把那袋旧的馒头拿下来 到厨房 让你妈赶紧收拾吧 知道了 妈 既馒头 你说他这是什么怪毛病啊 刚蒸好的馒头不吃 非逼咱们吃半年前剩下的 你看 都发霉了 长霉了就不能吃了 放到水里洗一洗啊 妈再把皮给削了 还是可以吃的 去 帮妈把台子给收拾了 嗯 太生啊 你从小就跟着你爸 蒸馒头晒馒头 你爸没有告诉你为什么呀 没有 你呀是没有逃过难 逃难的时候啊 这些干馒头是真管用 我们现在也不逃难 这还不都怨你爸 愿意听那个老蒋说的 年底就带着我们回家 你出去可别乱说 听见没 知道 知道 妈 你觉得 我们真的回不去了吗 妈也不知道 那你就不想家 你还给姐姐写线 那是你亲姐姐 至于想不想家 妈在你小的时候 不是常教你吗 你爸在哪儿 咱们的家就在哪儿 好了 你来帮我收拾这儿了 妈去做饭了 嗯